好 我們來解釋一下它的意義是什麼好不好 我們呢 觀察我們在記錄 譬如說 好 我們請學連從這邊 走到這邊 學連開始 預備開始 1 2 3 停 通過的時候就停下來 所以我就有一個時間跟一個距離的關係 對不對 好請坐 過一個時間跟距離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體驗的時候 只會關心的是 時間的開始那個點 跟時間結束那個點 或是跑到終點的那個時間點 對不對 我們會不會在路它中間跑到哪裡 會在哪裡 所以假設呢 它 不是要跑 它是這樣跑 為什麼會這樣跑 然後它也跑完了 可是如果它跑得非常快 就讓它扭了去 然後去跑去跑去跑去 跟你它直接跑 抵達的時間是一樣的 假設我先開始 然後我就轉頭 再轉外 它差 欸 我會覺得兩個人跑的是一樣的速度 還是不一樣的速度 是呀 是不一樣的速度 因為它頭時間離開那個點 頭時間抵達終點 結果到這個過程當中 它怎麼能離開到這裡 理論上是直線最快 可是如果有另外一個人呢 它是這樣跑 結果它同樣的時間也離開這個點 我速度一樣 預備 這兩個人 A跟B A跟B 速度 預備 開 10 然後我就跑去這邊 等 到了 停 被兩個一起倒耶 好 我覺得兩個是不是一樣快 是啊 感覺像是一樣快 不用 有意思嗎 所以我不管中間怎麼跑 反正只管開始跟結束 同樣的這隻螞蟻呢 計時開始的時候呢 它在0點 0點 0點 0 好 經過了1秒之後呢 我發現它到了 0點有的位置 好 請一下 這隻螞蟻 每秒走多少 0.5 每秒走0.6公分 對不對 好 那經過了1秒 它到了 1.5 到了2的位置 請一下 這一秒鐘 它跑的速度是多少 從1到2 從1秒鐘到2秒鐘的時候 它跑1.5公分 1.5公分 對不對 所以你說它在這個時間內 喔 它的速度多少 速度多快 每秒1 每秒1公分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吧 又隔了1秒鐘 它跑到了4公分的位置 不是畫錯了嗎 這4公分的那一隻 不是 不是那2秒鐘 跑到3個位置嗎 它這個畫過了嗎 這到3個位置 這邊畫過了 我怎麼找找 再拿一下 迷捕 小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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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也這樣吧 這一秒鐘 這一秒鐘 它是它的速度是 0.5公分 公分 公分 每秒 在這一段是多少 2.5公分 每秒 好 每秒2.5公分 那這一段呢 是多少 1公分 學蓮 這段是多少 每秒1公分 學蓮 這段是多少 每秒1公分 好 那這一段呢 還是我 這段是多少 好 換整好了 學蓮 這段是多少 這段跑多少 1.5公分 每秒1.5公分 好 那這一段呢 好 學蓮 4.25公分 多少 4.25公分 幾秒 你說幾秒還是 它花了幾秒 它距離是4.5公分 但是速度是多少 每秒4.5公分 不是 它們花2秒 是每2秒4.5公分 所以每秒多少 每2秒4.5公分 每2秒4.5公分 但是我們通常不這樣講 所以我們來講每秒 所以應該多少 2.25公分 注意2喔 會不會是 2.25公分 每秒2.25公分 每秒2.25公分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接下來 這一段呢 來 子虹 每秒2.1公分 每秒2.1公分 就是0.5公分 對不對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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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應該 沒有 是負的 沒有 因為它是反方向 負的 反方向 它折回來 從10公分的位置 跑回到8公分 它如果往這邊是正的 它走到10公分之後 想一想 對啊 我不要走那麼遠 又回頭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嗎 往這邊走是正的話 往回頭就是負的 對 對 所以這間的速度是負的 所以我們怎麼去講 速度這件事情呢 很簡單 就是 後來的位置 減掉原來的位置 去除上時間差 時間差你也可以說是 後來的時間 減掉原來的時間 懂我意思嗎 可以用舉個例 可能會舉個例 我舉個例 我舉個例 假這裡這一段 哪一段 這一段 後來的位置幾公分 10公分對不對 10公分對不對 10公分的位置 減掉原來的位置幾公分 1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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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來的時間多少 8秒對不對 8秒 8秒 1 2 3 4 5 6 7 7秒 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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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秒跟4秒 6秒跟4秒 所以從 6 從4秒到6秒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什麼 這邊一減4.5 這邊一減4秒 這邊一減4秒 對不對 這個東西 是不是跟這個東西一樣的意思 對 我們從圖上可以去理解速度這件事情 這邊只是讓你轉換成變一個 式子去解釋它 但是意思是一樣 如果你下次忘記的話 就回到圖形就可以了 你就畫個圖就可以了 對 我常可以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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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沒有問題 大概沒有問題 對 要不要走 沒有 要在那個 橙軸 你有一個 縮線走 就是在一個屏面上面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在同屏面上的 速度當然有自然 速度的意思是 所以路徑就是有方向性的 速度就是位移 位移就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有方向性是說 我們要知道這個值的大小 來修行它的方向 所以你怎麼決定反方向 最簡單啊 OK 好 所以 你覺得哪一個叫速度最快 也就是它改變的最快 每秒鐘改變的距離到2 哪一個 1到2 這邊多少 2.5 這邊最大 對啊 哪一邊最小 0.5 0.5 一個是這邊 一個是這邊 最小 對不對 那這個大小我們指的是 就是一個絕對直的 就是快慢 不得是最小的 沒有啦 那如果說有一個是這樣子呢 那就是它用了2秒鐘回到0點 就最快啊 這可能就最快啊 這可能就最快啊 被料式的 負式嘛 對不對 是最快的 我們講快慢是大小喔 不是正反喔 快慢是大小 正反直方向而已 正伏直方向而已 快慢是看大小 有一點點 OK 有一點點是哪 哪裡 哪裡 我真的有一點 對哪裡啊 我不知道 對 對 OK 有沒有不理解的地方 沒有 OK 他在哪裡複雜 沒關係 沒關係 複雜事情 你可以把它解析 去理解它 人根本是關鍵的複雜 但是我們慢慢一點點 我對你很好 就可以建立好的關係 你管它複雜 慢慢來就好 複雜的題目 我們可以把它簡化 因為這麼很複雜 你就看一小段就好 對不對 我真的解析它是說每次只看小段 我說每次只看小段 我們一直看很多 我們也是看很多 也是看全部段覺得很複雜 那每次看小段都很簡單 好 所以速度最快的是這個地方 這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速度越快的話 這個斜線會越怎麼樣 越 越怎麼樣 它就讓你把它全面越直 越直 速度越快的話它會越直 無限趨近垂直 無限趨近垂直 講什麼 簡單講什麼 它不可能垂直 它不可能垂直 不可能垂直 但是趨近垂直 那講是什麼 非常的快 很接近垂直 很接近垂直 在很短的時間 而瞬間到很短的時間 瞬間抵達很遠的距離 是不是 對 就表示時間很快 速度很快 那什麼叫速度很慢 就是在一個穿超越時間 超越遠的距離 接近水平線 接近水平線嗎 速度很慢 可不可以的極限值 沒有 沒有極限值 沒有 有多少 0嘛 有沒有是0 有沒有水平 是去低水平還是水平 就是水平啊 靜子沒有問題 靜子表示你時間在變 我都是0啊 對不對 假的我在這邊 我沒有往下走 我到8個位置之後 沒有往下走 靜子到20秒的時候 我還在8個位置 希望這條數是水平線 是啊 是趨近於水平線還是水平線 是趨近於水平還是水平 就是水平 沒有趨近於 垂直 有沒有說 這速度超級快 我是垂直 有沒有可能 閃電起來 閃電起來不可能嗎 有 你在怎麼樣 怎麼就有時間差嗎 會有一個歇微 所以它不能垂直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可以趨近於垂直 但是不可以垂直 對不對 在ST屠上 垂直是沒有意義的 不可能垂直 對 但是可以趨近於垂直 是吧 是不是 是 OK 好 GST還在那裡 好餓 好餓 我也好餓 我也好餓 NO NO 我們是 五通點糖分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歷史尼 假設一個人在時間位置的時候 從遠點出發 三秒後 已達位於東方四五公尺的位置 我們可以說 這個人在三秒內的時間內 平均移動的速度是多少 五公尺 簡單來講 我用中文的說法 就這樣說 每一條相公移動公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叫速度 速度代表是有方向性的 你必須不知道什麼 往南的方向 好 往中方 三位怎麼寫 三位怎麼寫 三位應該是 S P 然後M 吧 S P M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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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過來 打下去 到底是什麼寫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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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 不對 不對 這是 質量注意 對不對 對 一定要加一陣服 先以對不對 對 對 為什麼對 不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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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去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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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對 後下面對 有下面對 這個對 對不對 下面對 這是正確的 好了 剛剛這個撇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分數來講 對 除一除 除一除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寫 你也可以這樣寫 這個意思是什麼 代表是公尺 公尺 S代表是正確 是秒 對 秒去處於距離有沒有意義 沒有 沒有意義嗎 過許沒有 沒有意義嗎 可能有 如果從秒去一公尺 怎麼說 這什麼意義 沒有 沒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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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然後一公尺要拉長 一公尺要拉長 一公尺要拉長 好慢 沒有公尺 沒有公尺 慢跟快 為什麼沒有公尺要好慢 沒有 這不是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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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的走起 速度的走起 沒有人這樣說的 怎麼可能 你這樣說 沒有人這樣寫啊 有啊 還是有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有人這樣寫啊 所以老實說 這個也不能說他錯 對不對 叫你照說 先給我打一下 我也沒有辦法 他就把你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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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講 這個東西也不能說他錯 是可以這樣表達的 但是我們通常不這樣表達 好 這個意思叫做 每公尺跑多久 假設我都聽說 A 每公尺跑10秒 B 每公尺跑1秒 誰比較快 嗯 會跑10秒 每公尺跑3秒 對吧 可以分辨大小 給我感覺吧 好 好 這個呢 什麼意義 欸 學臉 你再繼續講話就變沒有意義了 這什麼意義 因為你會跳開 你沒有專注 你跳開之後就不知道在想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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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尺 你可以跑 你要跑多少 OK 那這個呢 然後 這個的話 一秒鐘可以跑多少 OK 一秒鐘可以跑多少的距離 嗯 對不對 所以假設我中心說 A 每秒鐘跑10公尺 B 每秒鐘跑15公尺 誰跑不要幹 我沒進去 所以呢 我跟妳講 為什麼要給妳學習單 當我在講 妳沒有辦法聽清楚的時候 妳把它寫下來 我們都需要這樣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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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秒跑10公尺 B 每秒跑15公尺 大大大的 B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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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斷了嗎 我也可以斷 好 所以 我如果問妳們一件事情啊 我說 說 薛玉啊 跑兩千公尺 喔 禮拜 這禮拜是要摸摸 這禮拜是要摸摸 禮拜是要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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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過去的經驗呢 他跑了十 這麼快 他跑了十分鐘 他跑了十分鐘 速度多到 速度多到 趕快算 200公尺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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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 manage 單位這樣寫 second是這樣寫 但是我會寫m 因為兩個m會變成巧克力 m 所以我們要寫m m s 不是把他當量寫嗎 不一定啦 但是通常要量寫 因為他東西跟公尺搞過 所以通常寫m 但是我就是這樣 很少用自己的單位 所以我們還是要換分成 m s 好醜 誰出於誰 33.39 誰出於誰 200 2 2 3 3 基本上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 我不要你告訴我答案 你告訴我怎麼算 你只要告訴我算法就好 不用告訴我答案 答案是你的定格 你慢慢算 但是在課堂上 只要告訴我怎麼算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這樣算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為什麼這樣算得到嗎 老闆快了 其實老闆快了 基本上我們在使用單位 在公式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講到資料 我們就用公尺 如果講到長度 我們就用公尺 如果講到時間 我們就用公尺 可是實際上他們可能 假如跑兩隻 假如講到長度 OK 非常好 講到重點 我們小小子不一樣 我們不可能 每個時間跑的是一樣的距離 平均的 對 對 所以就差不多一分 分 這只是看你時間點的取法 他並沒有什麼差 orange 沒有什麼差 orange 因為你在地höершstein上面 Field 有沒有改變 比如假在問你 你算出這個結果 跟我算出這個結果 待了我問你說 好假設 薛宇可以維持那個速度 請問一下 她跑了三十五分鐘 他跑多遠 好像沒差多少 算錯了大家 官員說的這句話有邏輯上的問題 好像沒差多少 有沒有邏輯上的問題 哪裡有問題 不是的 我剛才的解決是 他已經會認出 官員說 不管是用這個來算 或是用這個來算 好像沒差多少 有 他其實沒差 因為他在數字上面 他其實是等於那邊 所以他的邏輯錯誤 他其實不用好像 然後 不用差不多 不用差不多 所以他是一樣的 他是一樣的結果 所以官員說好像沒有差多少 對 但是不要講這句話 這句話是為了沒有 有多這樣問題 他今天也是一樣的 懂嗎 趙中 所以我用這個來算 用這個來算 不會說 因為我用這個算 就比較準 有比較準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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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但是因為大家 習慣上 用5秒當成單位 所以你要跟大家一樣 就這樣而已 是習慣上 沒有 3.3公尺 沒有 3.3公尺 這樣算快嗎 沒有 3.3公尺 差不多 我自己要往3公尺 慢跑 3公尺 1秒鐘 差不多 你要很快 可是你要保持 就有難度 所以身體比較弱 好 我兩三公尺 我來補避掉的時候 我3.1公尺 唉唷 可以跑10分鐘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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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俗俊俏之前 我3公尺跑不下來 3公尺跑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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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俗俊俏的時候 都對跟大哥一樣的體型 沒有沒有沒有 俗俊俏的時候大概跟陳佑差不多 我比他還瘦 比陳佑還瘦 比陳佑還瘦 那你怎麼都變了體型的大量 哈哈哈哈 我高中的時候 我平常就這樣 那你不是做了你的手嗎 我 我陸俊三個月瘦了18公斤 哇 十八公斤 從七十五公斤 變成五十七公斤 天啊 快要比我還瘦 快要比我還瘦 我到 我拿大二 我大二十穿的衣服 給陳佑 那時候我們在玩那個 VV箱 我拿大二的軍服 給陳佑穿 他穿什麼 他穿什麼 他穿起來 憋憋的 那個 你有沒有都快票了 好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 距時間 速度怎麼算了 對不對 有沒有聽 所以呢 第五 這邊我有教訓你的信息 這是一個 大家慢慢習慣說 我們在討論一些 物理的性質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符號碼表示 就是速度 V 等於 ΔP分之ΔS Δ的意思呢 就是差異性 Δ就是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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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就是差異性的意思 它在設置氣納字 它的意義 它的意義就是要差異 Δ 所以我們講ΔS 你剛剛宣言的例子 它跑了兩千公尺 所以ΔS多少 ΔS多少 ΔS多少 它前跟後 前跟後 時間跟後 時間跟後 它從這個點 跑到這個點 就是如果 這個圓點的話 第一 這一點是兩千公尺 不是 距離的差異 OK S是寫的 S代表距離 這要打S是寫的 距離的差異 秒 秒是這要打T 沒有 我不知道 DELTA T T是Time 時間 DELTA T 就代表時間的差異 DELTA S 代表距離的差異 叫什麼 距離的差異 DISTANCE 那不是應該在DELTA DISTANCE 那也應該是DELTA T OK 聽 有人用DELTA T 有人用DELTA S 但是我們習慣上用DELTA S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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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在美國他們各種部隊裡面 有一個叫做DELTA部隊 DELTA 是三角洲部隊 對 他就叫三角洲部隊 中部班應該是三角洲部隊 用DELTA 不是三角洲部隊 三角洲部隊 三角洲部隊 DELTA 他的意思是 三角洲部隊 也不像 他就變很紅號 DELTA變很紅號 三角洲部隊 所以他翻譯在三角洲部隊 他就在三角洲部隊 以現在跑DELTA 第一次來講的話 第二次來講的話 第二次是多少 兩千 兩千 時間呢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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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吧 沒錯 不對 因為 因為 我只選個力 你只選個力 這是他的目標 我們剛才講的 文字有文字的力量 力量一直這樣想 他現在是上禮拜託可以跑10分鐘 好嗎 我跑10分鐘 我跑10分鐘 好不好 禮拜四 現在沒有跑10分鐘 大家就等不穿他了 好 我用腳幫他加速 對 用腳幫他加速 好啦 那種有難度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剛剛其實 趙總提出這個 很正確的例子 正確的說法 這個東西 我們所賺出來的東西 叫做平均數 所以他每個點 每個時間點 絕對不是這個速度 有時候會轉動 要幫我加一點 沒有大力這樣 我說了 我說了 我小老師你 對啊 反比 好一樣 對 跟 加半點 好 加半點 沒有用的東西 沒有用的東西 這樣那個有電子嗎 好 所以這叫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跟順時速度不太 平均有時候不叫個BAR 叫VBAR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寫 VBAR 喔 他的BAR 他接 好 還有跳 很像 下一個很像 這個BAR VBAR BAR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有時候 在這個點上 我們都知道他每個點的速度 甚至如果說他像是 抄了一樣 在 這十分鐘當中 他跑到終點之前 他市長已經到美國去救了一個人 我們都不知道 對不對 他跑回來了 我們看 他就回來了 從小點到終點 只有花十分鐘 我認為他就是花這個速度來跑 可是我不知道他中間 還跑去電話警方的內部 就跑去美國救了一個人 再回來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會知道 所以那個速度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是平均速度 OK 好 他只是把內褲到外面而已 對不對 也沒差 他只是把他的褲子往外面 他手在裡面有一件內褲 是好拿起來 我都有在觀察 都在治理 然後 美副俠就直接套頭幹嘛 不是嗎 美副俠套頭 不是啊 美副俠是穿一點 他比較讚的 然後都有東西 然後我把它抓 喔這也就比較別人 對啊 真的比較別人 就這樣 剩下五個輕盈 好 回來 去 我們看第七點 第七點 我們看一下 第七點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這個速度一樣 畫成一個固形 把這個速度畫成一個固形 比四點 來 一樣 秋雨的六個米 六個米 六個米 他面講六個米 因為我記得說 三個米 三個米 六個米 又需要講嗎 要啦 只要自己想 要啦 當然不要啊 自己想 要講啦 第七點 我們來看 這個叫做 S P 接下來看 V V P V V是速度 Valacity Valacity 那這個都不需要時間 為什麼需要時間 為什麼需要時間 我們來想想看 啊 我知道 我最好需要時間 你看喔 現在有1秒鐘的時候 0到1秒鐘之間 0到1秒鐘之間 它速度多少 不知道 我們這樣不是算了嗎 不是這一題 不是這一題 我寫錯 應該第三題 我不要算好久 第三題 不會算很久啊 就第三題 這是第三題 第三題 這個圖形來看的話 0到1秒鐘 速度是多少 記不記得 0.5 0.5 非常好 0.5 0.5是 這一點0.5呢 還這一點是0.5 還從頭到尾都是0.5 從頭到尾都是0.5 從頭到尾都是0.5 因為這平均速度嘛 所以從0秒到1秒 這中間都是0.5 ok 接下來 2秒 nouns 1秒就到2秒的速度多少 2秒 2.5 2.5 1秒的時候2.5 1秒的時候2.5 還是2秒的話2點5 多少 是不是重樓到的就是2.5 對吧 紫紅對嗎 OK 2秒到3秒之後呢 多少 1 1 重樓 在數學上呢 我們畫虛線 它真的沒有連愛情 真實上是不存在的情形 不可能這樣 不可能說我現在速度是0.5 下一個瞬間 變每秒2.5公分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 我們真實的動換性慢慢改變 一定會有一個時間差 一定會有一個改變 所以真實的動換性是要加速上去 那要加速度 它不可能這樣不能看上去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次 這是 這次 這叫做 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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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錯了 不知道錯了 多少 固定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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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在這邊有一個事情 很特別 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 你們一件這樣發生了 你看看 這邊是0.5 這邊是1.5 這邊是2.5 中間是2.25 來看一下 VT圖 這條線 跟 時間走的面積 這邊是面積多少 這邊的面積 我看看 這條線 跟時間 找到夾成的面積多少 是不是0.5乘上1 0.5 跟左手距離是一樣的 對吧 不相信我們看第二個 這個面積多少 2.5 高度是2.5 比面積是1 高度2.5 面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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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對不對 他是不是走了2.5 是不是很神奇 好 接下來你這邊走多少 多少 多少 1.5 1.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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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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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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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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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3 它在这边 距离的变化量 这东西是有关系的 很生气 这观念非常重要 在运动学在这边 这边观念非常重要 运动学 我们这些以上 它就是运动学 所以呢 在第八题 我就告诉你们 从集合观点来看 VD图中 函数图形 跟时间走所形成的面积 就代表在该时间内 物理所改变的什么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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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积代表的是 这边重改变的什么 距离啊 对不对 对吧 是哦 好 接下来进入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这个 说好下课时间 加速度就是下课 下课 加速度的部分就留在下期分解 好不好 日子相期 在下期分解 下回分解 好